各位網友大家好,這條影片就是研究一下 到底如果自己做快速測試養升 需不需要隔離設施呢? 好了,首先我們要知道快速測試養升 是什麼情況?就是大家做完之後,測試棒C和T的左邊有條紅線 就算T的紅線比較淺,也需要揚升 好了,根據政府的資料,做了快速測試,有兩條線 要怎樣做呢? 要用手機拍下一張照片 留在家裡,不要外出 然後24小時內申報結果 去表申報呀 www.chp.gov.h 一撇RATV 我這條影片的連結都會有 連結都會在描述中 或者如果不能上網的人,就只會是1836119 好了 之後怎樣做呢? 上個網站或者打電話 提供測試的詳情 家居環境資料 個人及同住家人資料 和病經驗 接著呢,理論上呢 打完電話去,或者去完那個網站 申報 就會收到短訊 他就會叫 那些人 試呢 把結果的相片和身份證明 上載那個網站 然後 他有一個隔離領呢 就 在短訊上按 就可以下載到的 而 他報的同住家 人呢,也都收到短訊 也都需要上載身份證明 下載檢 日領就可以 好了 他就說呢,會按風險 評估分流 什麼情況 一定要去醫院呢 病情嚴重 的長者 有警告徵狀人士 就會去醫院 中風險呢 身體情況穩定 但是家居不容許 就會去社區隔離設施 會被自己的 如果是低風險 千種輕微 家居又容許 就可以居家隔離 如果是日常生活 需要協助 就打到可以 1833519 如果需要醫療協助 可以打到可以 1836115 接著就符合完成隔離 檢疫條件可以離開 所以不是每個上報都會去社區隔離設施 是他會作封檢評 好了,這裡有很多熱線 舉按抗疫熱線1833019 入550條線 到現時為止 醫療查詢熱線 1836115 好了,A文大家身體健康 再見